欢迎来到历史茶馆 我是说书人刘裕 历史茶馆很久没开张了 其实各朝代精彩的人物故事 战争故事 本来就是我很有兴趣说的 今天来介绍一场历史上非常神秘 充满全谋心计的战役 一片石之战 如果对这个名词很陌生 换个名字你一定听过 吴三桂冲冠一怒 引清兵入善海关 民间流传说 李自成掳走了吴三桂的爱妾成猿猿 吴三桂一气之下放清兵入关 从此明朝的江山变成清朝的天下 那历史版本是怎么一回事呢 绝对没有那么单纯哦 其中的耳于我诈 完全不输三国的奇谋轨迹 而且这边刚好有三个阵 李自成 吴三桂 还有后经的多尔桂 至于这三方势力 怎么会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开战 他们是怎么碰在一起的呢 我们先看看李自成的背景 闯亡李自成 他是明辩的首领之一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 国家充满内忧外患 李自成起兵后 花了十几年一路打进北京 国号大顺 建立了新的政权 对三国迷来说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角 李自成开仓救济机名 并且打出口号 迎闯亡 不纳两 李自成拥有数万大军 他起兵之初 军队组成当然也有许多流寇跟农民 但大顺军以战养战 不只招募百姓 也收编过去明朝的部队 战力越来越高 这是一支升级过的农民军 李自成不好酒色 为人简朴 能够跟士兵同甘共苦 但他有个致命伤 就是残忍好杀 杀戮非常重 而且李自成的政治管理能力不弱 进入北京后 这点尤其明显 李自成向军队下令 不准在京城商人打劫 当时有人抢劫店铺 立刻在街上被处刑 民间都感到欣慰 然而进入北京十天后 乱军开始打劫明朝的管理 到处抄家 毕竟大顺军的组成太复杂了 京城陷入一片恐慌 李自成对内没有办法做好管理 对外交涉也出现问题 李自成多次招揽山海关的首将吴三桂 他抓了吴三桂的父亲要挟 吴三桂原本有意带兵投降 但路途中 吴三桂听闻他的爱妾陈圆圆 被李自成的大将掳走了 吴三桂一气之下回山海关 向李自成宣战 记载有两种版本 一种说李自成的部下抓了陈圆圆 一种说法是李自成自己掳走陈圆圆 想要霸占他 难怪吴三桂生气 这个不能忍啊 但先不谈陈圆圆 看看李自成抓着吴三桂老爸 叫吴三桂投降 手段实在太过粗暴 李自成最擅长的始终还是打仗啊 既然吴三桂不服 李自成决定点兵十万 并发山海关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到另一边 看看吴三桂的情况 吴三桂的父亲吴翔 原本是辽东走兵 吴三桂的旧父祖大寿 则是辽东望祖 由于家学渊源 吴三桂年纪轻轻便熟悉其色 他二十岁的时候 跟父亲正守北方 打出了第一场代表作 吴三桂父亲带五百鸡兵巡视时 遇上皇太极的大军 遭到团团包围 吴三桂联盟向祖大寿请求发兵救援 祖大寿认为无法相救 于是吴三桂亲自出击 他率二十名寄兵冲进重围 先升夺人 射倒了对方主将 清兵看吴三桂兵少 认为这是诱饵 不敢追击 于是吴三桂救回了父亲 皇太极赞叹道 真是好汉子啊 如果我们得到这个将军 天下又有什么好担忧的 吴三桂后来在北方的官邻 威名远步 后经十分忌惮他 官邻井防线是明朝抵御后经的防线 从山海关经宁远至锦州 山海关就是最东边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吴三桂的带领下 这支官邻铁骑相当强悍 后来吴三桂镇守山海关 李自成攻进北京 从政皇帝自进 这个时候 整个明朝剩下最能打的将军 就是吴三桂 当李自成碰上吴三桂 已经可以肯定有一场激烈的对战 但有趣的是 两强对决 半路杀出一个 不是陈咬金 半路杀出多尔棍 后经也参战了 后经就是满清的前身 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 后经对明朝用兵多次获胜 原本的八旗军持续进化 吸收明朝详将 并且使用火器来作战 努尔哈赤一生纵横北方 几乎战无不慎 只败给了明朝的名将原仇患 如果对这段故事有兴趣 可以参考阿瑞的影片 话说多尔棍15岁那年 他的父亲努尔哈赤病逝 他的哥哥黄太极 被永立为君主 原本后经内部稳定 但黄太极过世后 就有一番腥风邪欲了 八旗之中 多尔棍掌握了正白旗跟香白旗 他运用手段扶持黄太极的儿子弗林继承 当时弗林才6岁 多尔棍辅政 并且一步一步把权力抓进手中 在这场三方会战中 后经的军事实力当然强大 这支八旗军的精锐骁勇善战 强化过后的重装骑兵 战力惊人 但历经权位争夺洗礼的多尔棍 他的目光跟谋略 更是一大武器 这点后面还会说到 现在三个势力都到齐了 让我们进入一片石之战 前面说到李自成攻打山海关 他带了多少兵力呢? 有的记载写十万 有的写二十万 推测是十万或十万以下 那吴三桂的官邻军 推估不到五万 我们可以做个战力分析 李自成的大顺军 人数最多 刚打下北京 士气最高昂 吴三桂的官邻军 过去虽有荣光 但前几年与清军交战多有损伤 而且吴三桂本来决定投降李自成 因为听到爱妾被抓 父亲受辱 临时决定开战 士气受到影响 而多尔棍的八旗军 这是原本不应该参战的神秘军队 多尔棍看到明朝内部大乱 趁机出壁 这时候的吴三桂 恐怕还没发现多尔棍的企图性 不过为什么多尔棍知道李自成要打山海关呢 根据青石稿记载 是吴三桂说的 而且他说了不止一次 原来吴三桂自知兵力不足 难以抵抗李自成 他连续写信向清军请求救兵 多尔棍知道时机稍重即逝 他日夜督军赶入 当多尔棍到来时 李自成正好刚要攻打山海关 哇 当代最强的三个军事力量 在山海关集合 看来会是一场难分难解的激战 但各位不妨先猜猜看 这场战事打了多久 答案是 不到三天 没错 两天半就结束了 第一天 李自成率军攻打各个关口 我们先看看地理位置图 山海关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城池 它是这道长城中 位于最东方的大关卡 北面有山 南面有渤海 所以叫山海关 而山海关之中 又有多个城楼结构 李自成进军时兵分两路 交战第一天 他派将领攻打北方的一片石 李自成主力军队则攻打西罗城和北溢城 一开始 吴三贵的守军占优势 但李自成多点进攻 这个战术很聪明 吴三贵兵力不足 没有办法守住整个长城防线 吴三贵守了一日一夜 第二天清晨 他亲继奔向清军的大营 向多尔滚宣誓投降 大家可能会想 这个贵的速度太快了吧 原来是吴三贵啊 先不急着骂吴三贵哦 其实可以看出 吴三贵是想要利用清兵的 吴三贵希望清军入关 直接对阵李自成 但多尔滚何等精明 他接受了吴三贵的投降 却不急着进关 多尔滚驻军在山海关旁 这下好了 李自成还是在攻打关卡 该怎么办呢 吴三贵不得已 只好其中兵力出关对阵李自成 这时候多尔滚才率大军进入山海关 当吴三贵跟李自成两军交锋时 李自成摆出了一个一字长蛇阵 常看古代战争的观众们 看到一字长蛇阵 可能就知道他糟糕了 还记得怡陵战神刘备是怎么输的吗 不过这种人海长蛇阵 其实是李自成拿手的战法 李自成攻城时 常常用人海战术把大军摆开 一波一波涌上 这个长蛇阵越后面放得越是精锐部队 一般敌军根本挡不住这样连续的进攻 可是多尔滚的八旗军 不是一般的军队 当天清晨刮起大风 风沙连天 多尔滚出动铁骑 他先让吴三贵在右翼 挡下李自成第一波攻势 清军看准时机 大局进攻长蛇阵的尾巴 一口气冲散李自成大军 李自成昨天已经跟吴三贵打了一整天 军队疲惫 而就在最脆弱的时候 多尔滚的铁骑冲了出来 八旗军最擅长骑射 一时之间万马奔腾 满天都是飞剑 从一片石到山海关 大顺军全面溃败 清军继续追击 李自成狼狈逃跑 部队互相践踏而死 纸上不计其数 打到这边大势敌定 李自成军队崩溃 一败涂地 李自成逃了回去 并且一口气杀害 吴三贵在京城的全家34口 但李自成后来还是不敌清军 他这个皇帝只当了一年 终于灭亡 这场发生在山海关周边的大战 从交战到结束 仅仅是两到三天的时间 但影响甚远 后经透过这一战的胜利 顺利入关 往后建立统治 开启了新的时代 讲完了战争 最后谈谈战事中的三位主角 首先是吴三贵 他真的是因为陈圆圆 所以引清兵入关吗? 或许那是理由之一 记载中有写到 李自成如走陈圆圆 这让吴三贵非常愤怒 但我想最大的原因不止在这里 说到吴三贵的行动准则 与其说他最爱的是陈圆圆 我想他一生中最喜欢的是 左右逢圆 当初京城有难 下朝叫吴三贵救援 吴三贵缓慢进决 观望局势 而当李自成向他招手时 吴三贵一开始也是有意投降的 纵观吴三贵的一生 他常常两面讨好 两边都不想得罪 听起来很讨人厌 但环境养成人的个性 吴三贵对战清兵表现不俗 算是明朝中相当优秀的将领 他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后来演见国家即将灭亡 他选择了自保 吴三贵绝对不是什么君子 但他身上也有许多难处 他在山海关防守北方的清军 结果北京失陷 李自成还要来打他 在这个关卡两面受敌 根本挡不住 这是什么世纪大难关啊 我没有要帮吴三贵洗白喔 其实这一回 我主要做的是人物跟事件整理 那我说完之后 观众当然可以自己思考自己的解恶 论打仗的才能 吴三贵跟李自成都是一流的将领 但他们都有重大缺陷 看看李自成吧 原本吴三贵是真的有机会向他投降的 但李自成拿人家老爸老婆来威胁 实在不是漂亮的手段 李自成即使自称皇帝 但行事作风还是像个土匪首领 这个格局让人摇头啊 当李自成进军攻打吴三贵时 他不知道清军动向 这道罢了 但在山海关进入第一天交战 李自成绝对看到了清兵的存在 这场三国高峰会 李自成毫无危机意识 他可能天真的以为清军的对手是明朝 我的对手也是明朝 他们不会来打我 这个目光的局限 决定了他的失败 最后再对比多尔滚 他是三人之中 心眼心迹最厉害的 请别以为多尔滚就是带兵偷袭一下 捡到了山海关 开启了大清帝国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喔 这一年 距离皇太极过世没多久 多尔滚才刚辅政掌权 他这次大局出兵 其实也是个好赌 如果赌失败了 多尔滚原本不算稳固的权力 很可能就此崩坏 以后也不会有摄政王多尔滚 但多尔滚相当冷静 他一面观察局势 一面加筹码 多尔滚并没有完全信任吴三贵 吴三贵想利用他 反而被利用了一波 这场三方大乱动 获胜的原因 并不只是靠北方强悍的器品 在全谋全束底下成长的多尔滚 他那精准的眼光与判断 才是最大的关键吧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订阅按赞留言 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是说出人刘裕 我们下次见